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在平时的基础上加量不吃野生动物 丰富的维生素和植物化学物质对身体很重要 尤其是维生素B族和维生素C 在这个时期一定要尽可能的多吃 另外建议水果也要换着种类吃 莫要执着于某种水果而放弃整片森林 说到喝水都犯了难 即使中日复中满满 也要保证饮水量充足 不用多一天普通的规格 喝水五杯就够了 很多人发现自己经常洗澡补水 最还是干燥起皮怎么办 今天就来分享洗澡时的两个坏习惯 不但会让皮肤缺乏水分 还会越洗越丑 女生一定要改过来 有很多人都喜欢洗澡的时候先洗脸 之后再去洗身体上的其他部位置 但是对于脸来说 面部的油脂和角质层 对皮肤有一定的保护作用 如果大家先洗脸呢就会将保护层带走 那接下来长期的浸泡和缩洗之下 面部的水分就会不断流失 但是化妆的朋友需要先卸妆再洗澡 二 用力搓身体 你这样特别用力就会让皮肤受到损伤 补体健康排便就会很重要 每天能正常排便才能保证身体健康 每天把体内的毒素垃圾排出体外 身体没有多余的垃圾能降低体内器官的能力 我们每天排便的时间也很重要 我们最佳的排便时间是早上 也就是起床之后 我们的身体经过一晚上的休息 肠胃一直在缓慢的蠕动消化 身体会产生多余的毒素和垃圾 这个时候排便刚好可以把这些废物排出体外 起床后可以喝杯温开水 水分进入体内会加速蠕动 可促进排出素便 每天早上排便对很多人来说都很困难 基本大家都是起床后着急去上班 没时间去排便 对于这类人可以选择在晚上睡前去排便 我们的身体经过一天的食物摄入 肠胃消化了不少 排便可以缓解肠胃压力 每天根据自己合理的时间 固定一个时间坚持去排便 养成排便的生物中 即便没有变异也要去蹲一会儿 时间久了身体到最平在不断的提高 人均寿命也在不断的上升 但是男性的平均寿命会比女性低一些 大部分时因为男性的一些不良习惯 还有长期敲烟喝酒导致 想要尝受后天的生活习惯是非常重要的 1.力气大 身体素质的强弱和精神状态都影响着寿命 所以比同龄人力气要大一些 身体素质也就越好 身体的抵抗力和免疫力都比较强 2.肺活量大 一般随着年龄的增长 肺活量会慢慢降低 但是长寿的人肺活量会比同龄人要大很多 说明身体的氧气充足 心全代谢良好 身体各项器官摔了程度低 3.脸颊大 脸颊跟面门对应我们的肾脏 如果我们的脸颊保持方大且红润光泽 则表示我们的肾功能良好 肾气充足 1.脾气小 心态会影响我们的身体健康状态 心态差的男人会影响自己的肝脏和心肺 容易出现一些心理障碍 2.腰为小 肥胖的人群容易引发高血脂高血压 尿酸都是潜在的慢性疾病 肚男要尽力控制一下 固域肥胖对长寿有很大的 就知当男人雄性激素分泌过少 可能会导致很多不同的男性疾病 甚至影响男性的性生活能力 可是怎么才能知道自己是否正常呢 若有以下这三种表现 可能就需要保养了 1.情绪不正常 大家都知道 当女性雌性激素减少 会导致情绪不正常 当然男人也是一样 但男性朋友到了40岁以后 很容易出现焦虑发脾气的行为 这就是雄性激素分泌减少而引起的 2.长胡子的速度慢 人体毛发的浓密度 跟雄性激素也有一定的关系 胡子表现最为明显 如果人体的雄性激素正常 那么男生的胡子 就算天天刮 长出来也很快 相反 如果两三天才长出了一点点 那么就是体内的激素异常 3.容易乏累 一般的男生经历十分充沛 即使长时间工作也经历充沛 这是正常的 相反 如果做一点事情 就会觉得反而过于肥胖 尤其是喜欢吃油炸甜食 所以体重问题在日益增加 很多男生平时不注意饮食 加上工作上面的应酬 身体变得越来越胖 这样容易引发高血压 脂肪肝性功能问题 记住这三件事 坚持一定会受 1.低脂低糖 男生想要减肥 首先要少吃油腻的食物 食品热量过高 吃了容易发胖 男生要形成低脂低糖的饮食习惯 尤其是炸鸡奶茶 多吃高纤维蔬菜 优质的蛋白质 2.很多男生只是单纯的跑步 慢跑的减脂速度太低了 不妨试试快跑 全力冲刺30秒 再慢跑30秒 高低速度不停转换 一共坚持20分钟 充分燃烧体内的脂肪 3.肌肉训练 增扎身体的肌肉 帮助消耗更多热量 多做一些卷腹 侧我抬腿的动作 只有多锻炼 才能快速消耗脂肪 重点是坚持 3天打鱼 2天晒网 有很多老人都会吃一些保健品 想要健康长寿 但是保健品却不一定健康 今天就来分享一种野草 每天吃一点 效果比保健品更好 那就是核桃树花 核桃树花又叫长寿草 虽然长得像毛毛虫 但是营养长分是非常高的 根据研究表明 核桃花中含有丰富的磷脂 能够增加身体细胞的活性 而且还能够促进人体造水功能 独带能够大大降低血压 高血脂的出现 而且还能预防身体血管的硬化 而且呢 经常吃核桃花呀 还能够帮助身体调体身体的累脏 排除身体多余毒素 让你身体更健康 大家在平时的时候呢 可以将新鲜的核桃花拿来煮 也可以买一些干的核桃花 都是很好的 具有止咳化痰 生筋健脾的功效 还能增强免疫力 延缓衰老 一个完整的柠檬 在常温的情况下 可以保存一个月 可是一次我们用不完 总觉得有点浪费 我们可以试试其他用途 一 保存红糖 家里的红糖存放时间久了 很容易结块 我们可以把柠檬头尾的果皮 切下来晒干 把晒干的柠檬皮和红糖放在一起 就可以起到防止红糖结块 还能保持红糖的新鲜 二 我们可以在煮饭的时候 在锅里滴上几滴柠檬汁 可以提到米粒的色泽 让煮熟的大米饭更加饱满 看起来更好看 柠檬还可以去除腥味和食物的异味 在烹饪的时候 滴入几滴柠檬汁就可以消除油腻 我们还可以用纸巾 把榨了汁的柠檬包裹起来 然后放在鞋子里 经过一个晚上 鞋子里面的异味就可以清除了 同样也可以把柠檬放在冰箱里 消除油腺疾病 大多数出现在中老年人身上 而现在就是常见病 比如乳腺增生就是很常见的一种 不仅会感觉到疼痛 而且还会长小结块 很不舒服 严重还会发展成乳腺癌 所以一定要及时调理 我们可以吃一些蘑菇 对于患有乳腺增生的人来说 日常可以多吃一点蘑菇 从而帮助排除停列毒素 缓解增生问题 起到通乳散解的作用 牛奶炖桃椒和木瓜 桃椒可以疏散乳房堵塞 预防乳房的衰老 木瓜可以消炎杀菌 还能刺激体内的黄体酮物质分泌 对乳房起到一种保护的作用 牛奶可以提高免疫力 这三种食材炖在一起 可以保护乳腺的健康 预防疾病的发生 好了 很冷 对于女性生育能力有很大的影响 还以发生流产现象 是不孕不育的罪手 让女人腰稀酸软气色差 我们可以通过食疗 来缓解公寒的现象 佛手瓜性温 具有健脾养胃 活血化瘀的功效 女人多吃 有助于暖宫驱寒 促进子宫垃圾的排出 并且佛手瓜含有 丰富的蛋白质和碳水化合物 对子宫有很好的养护作用 黑糖 这个日常生活中比较常见 是补血的佳品 具有活血暖宫 屈寒散余的作用 还能帮助调节内分泌 对保养卵巢和改善妇科炎症 有很好的效果 女生的生理周期 女性每个月都会来一次月经 这样能够帮助促进垃圾排出 保养子宫和卵巢的健康 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 会逐渐出现绝经的现象 女人什么时候绝经比较正常呢 绝经是每个女性 都要经历的一个过程 进入绝经期的女性 体内磁激素水平会下降 很容易导致女性生理上的变化 而且皮肤也会逐渐变差 变得衰老 身体的抵抗力也会大大的下降 绝经的最佳年龄是45到55岁 如果能保持在这个阶段 说明身体还是非常不错的 绝经前情绪不稳定 相信很多女性在发脾气的时候 就会被人调侃 是不是进入更年期了 其实绝经前也会出现 情绪不稳定的情况 快速发胖 当女性绝经前 卵巢会随着女性的年龄 增长而衰退 体内磁激素分泌也会下降 这样就会导致身体的新陈代谢过低 垃圾无法及时排除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 拜拜